因应新冠肺炎严峻的疫情 中央政府也延长三级警戒时间 并也将各级学校园定开学日 从5月28日延长至6月14日 希望保障学子们的学习安全 对此先远有好 也肯定规划的用心 避免学子在校群聚的风险 而开学日的延后 也造成家长们的负担 但也请家长们要体谅疫情难关 当前的不便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学校的学生 其实如果说在这时候去学校 它其实也都有一个高度感染的风险 我们也看到陆区许多学校 他们同时都有这样子学校爆发 学生有确诊的一个疫情 那我们看到中央的公告的话 学校的话是都做一个停课的动作 那其实也是对于家长是非常的辛苦 那也希望大家公体时间 一起配合这次疫情的一个措施 那也能够让这样子过程中 让小孩子在家能够最安心 最放心的一个在家算是说 自我的做学习的也好 那避免说进学校 它还能够说减少群聚的一个风险 而先远蔡门尔则表示 在正常情况下孩子们就有学校的照顾 让家长们能够安心工作 但碍于防疫的重要性 来将开学日延后至6月14日 家长们也是辛苦 但还是要请家长们能够配合 并更要注意孩子们在家情况 切勿让他们到外活动 一起将防疫做到完善 让疫情能够尽快消失 那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很多学生就没办法去学校 那家长呢 有的家长需要再继续工作 那也希望说家长在这段时间 要特别的费心 特别的辛苦 也要时时的来关注 我们孩子的动向 是不是在家里 在线上学习等等 一直以来学生在学校上课 那家长就可以安心的工作 那这段时间呢 就没办法 必须在家里 我们的家长 您辛苦了 也希望您多关注您的孩子 对于开学日期的延后 议长和尚峰也请家长们多加担待 在这非常时期 希望大家共挺难关 坚守防疫 消除疫情 记者卢一凯 竹山采访报导